iPhone 13 預計9月中問世 外傳最高階機種要價近7萬元 就在台積電全收將調漲代工價格之際 外界認為蘋果有可能計畫上調iPhone 13系列售價 來彌補成本上漲 在價格上漲的空間相對來說是比較小 它採取的這個晶片主要是產業先進製程為主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台積電這一次在漲價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先進製程的漲幅相對是比較有限 另一塊就是說其實蘋果因為整個iPhone的這個採購規模相對的大 所以它在整個零主件採購的部分是比較具有溢價的能力 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說法 台積電計畫上調最先進製程晶片價格約10% 承受製程調漲約20% 目前還不清楚台積電影響蘋果的漲價幅度 不過在缺貨浪潮下廠商容易轉嫁成本 電子消費產品可能跟著水漲船高 現在中端產品的廠商確實是有面對到很大的一個成本上面的一個壓力 所以在部分一些產品面來說可能會有進行產品價格調漲的可能 那只是說廠商也沒有辦法完全轉嫁在成本的這個部分 只能透過部分的這個轉嫁來去減緩自己在成本採購上面的一個壓力 晶圓代工廠訂單暴增 帶動台積電 聯電和世界先進調漲訊息不斷 市場已經喊漲到明年首季 財經專家謝金河表示 晶圓代工廠的漲價動作很可能牽動半導體產業生態系的變化 他指出 這些年中國騙錢的多 真正蓋成的半導體廠少之又少 這回產業需求大旺 半導體製造業仍有優勢 只是IC設計廠商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生態系統會有大變化 新唐人亞太電視 王冠林 趙婷律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